大家好 欢迎收看 阿渡主义 欢迎收看阿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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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是新的企划 叫做阿渡 你在红什么 KomiC就是邀请一些很红的人 来问他说你在红什么 这个非常没有礼貌的企划 没有 就跟他解释说 诶 他的 做人喜爱的体验在哪里 为什么这么喜欢他 对 然后我们要发觉他 其实还有更让人喜爱的地方在哪里 他怎么会说话 一定有男朋友会被骂 那我们早上欢迎 9M宝宝 I'm a child and I'm surprised 大家好 我是Joanne爸爸 我是音乐流量广告吗 没有啦 你是华语界的Key是不是 Ryaha 对 那他今天来的 是不是因为他睽違三年最初的新专辑 Joanne爸爸Radio 这是在疫情期间创作的专辑 没错 然后至少好像也是融合了相当多 具体上的音乐制作 对对 就每首歌都是我自己的创作 但是我就找了对个地方的制作人来 因为我在听这样的专辑的时候 我觉得就他每一首很像是不同的曲风 或是路线跟风格 可是他放在一张去听的时候 他就是一张很好听的专辑 专辑的时候感觉风格不同 但是他又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非常好听 他这个照片 就是露一下一下 对 你不可能一来就会先攻击 我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反正就是想要一种那种轻松的 他好像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今年金举奖 我们也是在台下看 对对对 我听到后来才发现说 你是把今年入围 《华语尼歌手》的歌曲 全部录录在一起 然后我就一直会很紧张 因为你知道就是 这第二位都是 我是可以好惹的 然后我就一直很 问你腻一把的卡 可是越来越听就觉得说 好 你可以 受到了 好好好听 好像网友说林复平的表演那一段 其实就没有想说 可以让大家喜欢 就是我这一段表演 想说上台唱这一段 通常都是业力宇宝的时候 你在想好开哦 他要发新专辑 对 然后他又要去准备这个表演 他有活嘛 当初有什么感觉耶 那时候就想说 一定要接啊 因为这个邀请是很难得 有啦 那场表演一般的 声势再度拉档 事实证明阿督你有在投 好 那我们就一开始 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身处的在一间 原住民的小吃铺 就是卡拉OK 你有没有去卡拉OK吗 有 这种类型的有吗 偶尔 拍拍MV 拍拍戏的时候 比较常会去 因为像卡拉OK 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是宫廷 大家唱 大家会整天能到 然后今天就邀请你来这边 就想说来喝多久啊 唱唱歌 你平常有在喝酒吗 有 我们平常里有百威 有金尊 有台啤跟金典 你要想 那我要喝金典 老板就来 老板 给你们再聊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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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是常温的哦 冰的啦 是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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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喝 是冰的 是冰的 我OK 我OK啊 就是 我刚刚其实从高三升大学的那个暑假就认识 是因为他的很好的一个朋友 对 是我的起初戀 对 耶 而且我跟你说 那时候我说我要来宣传 你跟他讲哦 对啊 我就说 多好看 所以我平常都有在看 缺缺阿拉斯的节目 然后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好笑 很有趣 我觉得我要不要去唱他节目 他都不在乎吗 他想了一下就说 我觉得蛮适合这个pitch 诶 诶 诶 都过去了啦 天地悠悠 不过臭臭 诶 就其实我真的从他就是 因为他本来是热武社 对 然后一直到后来去念实践射 呃 服装射击 对 然后其实他 从那个时候他就一直有想要做歌手的 梦想 他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直去参加很多歌唱节目的 可能就是没有获得青睐 这么有才华的声音跟人 其实 就是不需要别人的认可 会有人喜欢他的就会自己过来 讲到你们大学了 因为我们今年正好找到了一个 什么 好像跟你们那个时期很有关联的影响 卡拉OK歌唱比赛 世界大学服装设计 谢谢 这个摇晃是谁教的 不是因为我太紧张了 我们不知道要干嘛 Tell me your favorite song You go ahead and your head down 我好听 我好奇是 你是到什么时候发现说你很 你比较喜欢这种爵士或是慵懒的场合 大二大三大四就是比较后面的 我觉得好广 大概是大二大三大四 那时候就是参加华人星宫大道什么海选啊 但是后来我就突然觉得那个东西好像不适合我 然后开始转向别的人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转捩 而且也进而到你已经出国去念爵士 就是要很勇敢 就不要想太多 我在那边一开始 因为不是影响就要到哭 对啊 我应该每天都在哭吧 那个月理我也不是很熟 然后英文我那时候也不是很好 所以会花很多时间练习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力训练的时候 然后我就考了五十几分吧 然后我就哭了 然后我就跟老师说 为什么我都每天都练习 我还是听不到 老师回什么 再不多练习一下 没关系 老师说 那我们回归到我们一开始 我们这个节目的标准 你觉得你是因为 怎么样的契机跟机会 突然有声量黄声 甚至是因为我跟烈王那时候 就是听力国家的歌 那一首歌是我第一首创作歌 可是真的那一首歌 完全让大家就认识到你 那一次真的是也会吓到 因为我觉得刚好是台湾那几年 渐渐会喜欢上这种访客的风格 就加上你后面好几波 跟别人feature的 再把你的声势往上推 例如说Be all 整个就绝脖妈妈就突然出 横空出世的感觉 大家都说 这女人是哪里来的 我第一次认识她的时候是那个 九头生日 我会穿爱情鱼 台东的原住民青年 还在开我给你唱这首歌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那就真的太好了 对 所以你真的意味到自己 有红就是那个机会就是 后来就慢慢的有一些机会 跟做的机会就来了 合作的邀约啊 品牌啊 厂商啊 就觉得 好像可以靠对我的声音 以我们外人就是粉丝啊 或是听众来看的话 会感觉你是一直在讲 好那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那个低潮或挫折 我就怀自己 你真的唱歌有很好听吗 很长耶 就是那时候我在 留言念书的时候 我每天都觉得我自己的声音很难听 因为他也有很强的人了 但是后来我慢慢的觉得 每个人的声音 或是每个人 都会有一个很别的地方 你可能在怀疑自己过程中 你还是会找到一个初步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同意到现在很多创作人身上说 不用当地 不用当为人 哦 这句话 叫我也是台湾唯一的好多YouTuber YouTuber 那一直到这张专辑的出现 为什么隔这么久三年 疫情期间我真的是觉得 创作能量就很低落 大家认识我以后 我就觉得 这个行业 应该就是可以很顺利 但后来就突然发现 好像要真的在华语圈 让大家喜欢 还是要照着我某些方式 会有一些模组 然后让我有点不太想 是不是 就是 出社会工作之后 你会发现 最为难人的就是 对 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 会看到很多破烂的事情 但是我们是有 人是有大脑有智慧的 我们要学习的做 对的事情 要当赛两年 对 真的啦 可是因为我觉得 你的音乐你的作品 就是一个很 让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有一种 我走我自己的路 我做我想要做的东西 然后 还是会有人喜欢我 那 这样子就我就够了 其实你算是树立的榜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要验证这个榜样 到底 合不合格 因为我们前面有说到说 你可以把任何的歌曲 唱成自己的红 没错 刚才这样子一直夸奖我 然后 等一下我会不会这样子 哦 我就喜欢先这样子 然后进到方向 他看你是可以站着还是躺着 但是我们想要看这样子的 哎 我们想要看头照地 哎 那你第一首你想要唱什么歌 你最喜欢哪一个红校 我想说最喜欢的蔡依林 那你要上什么 爱情三十六季 爱情上这首歌好像很难 节奏部分有一点效果 你来想像九月八八是真的 那个 老板要点歌了吗 老板 老板这个电视啊 老板帮你开电视 他是这么模糊 想说我没戴眼镜 我怕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事情 老板不好意思哦 因为 这台电视有点小模糊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接下来呢 九月八八叫我们带来 猜你的爱情三十六季 好特别的节目哦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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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特别的节目哦 哈哈哈 哈哈哈 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覺得她學跳舞 然後有影響到她的曲風之外 來幫她的表演家 我也是 她就是女孩的舞姨 九月媽媽之後 Google後面的觀念就是 一下 那我很好奇是 因為從上一張專輯 我發現妳很喜歡 復舞的風格 為什麼 我覺得那一段時間 第一張專輯之前 當然很喜歡City Pop 就是日本的風格 那我那時候也是 就是比較想要唱那些類型的歌曲 後來就是 有一些機會就是大家邀請來 比如說愛琴 那時候的造型 可能就是也比較絕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她是手的褲子頭 但這張專輯就比較 反對心小一點 而且妳知道就是 先撇開這張新專輯 Ready的獎 妳知道到目前為止 我最喜歡妳的那首歌嗎 哪首 她的音樂超好聽 她把歌指錄 再換個別的情歌 字很好聽 大家可以去聽 因為她是在接 就是妳幫什麼 可能做的公益 我幫妳 預防性的艾滋病毒藥 那我們的公益科 是這麼好的 所以那之後 就有很多公益團體 都會來說 欸可不可以幫她做一首 妳這樣做到後來會不會麻痺 所以我們有接很多 那有錢很多妳會接嗎 可能會 也是要過日子 我們也是有時候 會不太喜歡接政府的案子 很多錢還是會怎樣接啊 對啊 我有一個問題 那如果一堵小 是不是這家店 妳說我要編一個歌嗎 妳現在因為我急性 妳就要看這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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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就是要看妳整個頭這樣長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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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好喜歡看這種節目 這是藝人嘴RIP的時候 一堵一堵 馬三堵 一堵一堵 我的朋友 我們不要逼 我們新生代 華語圈的爵士女林好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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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區有這個提到 我們特別喜歡一些 比較復古的風格 因為真的感到很流行 那個華燈初上 今天有位置不去現場 那妳今天可以在現場 給大家吃一次嗎 好啊 可以 妳不要點 哈哈哈 好復古的階層 等一下 就是那個neckless 你點開好像做成 惡夢啊 又是在聽 哈哈哈哈 夜頭取的惡夢 夜頭取的惡夢 問我愛你 有多深 我愛你的氣氛 我的情節 和你的愛的夜深 永遠在 我的心 我愛你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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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聽 掌聲鼓勵 你那個評論好好聽喔 你缺合聲嗎 我缺 要缺Dance嗎 我缺 我缺了 都缺了 我愛你有多少 愛有情愛 就要爸爸一路翻 抱你感 你去想一想 月亮代表我的心 就要爸爸一路翻 可以可以 我們最後一句合走音耶 你真的好適合這種慵懶的那種 什麼聲音 聲音哪裡買的 有約吧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聊一下這張新專輯 就要爸爸 Radio 我們有第二個專輯 那這一張專輯裡面有邀請到很多地方的人 像澳洲 美國 然後日本 韓國的製作 韓國有 他們幫我製作歌曲 然後有一些 我很喜歡的歌手也會在裡面feature 人脈網是不是騙起全世界 Instagram 真是一個好東西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試 因為有才華的人 就會想要去認識有才華的人 覺得爸爸一路翻 亂自了 而且你突然隨便耶 可是講說一路翻 因為像我們之前在上網 就是搜尋的一些資料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些人對你的唱歌的評價 他們的背景 就有一些質疑 他甚至會在往上面攻擊 尤其是在那個華文書上那個 月亮代表的新的事件的時候 為什麼 他們講什麼 為什麼他可以去唱主題 為什麼他可以在裡面演講他是誰 你又是誰 我最近很喜歡跟孫子 真的喔 以前我會忍 我現在不忍 我覺得偶爾有一些書發 或是他講一些不符的事實的時候 可以跟他解釋 我這邊有找到幾篇 他要聊齁 我這邊有機會 可以把這個聊齁 我們找到了一個 第一個就是有人問說 覺得爸爸的歌聲特別在哪裡 我身邊要嗆他的意思啦 只是這種慵懶的唱腔 不是歐美很常見啊 網絡琳 歐里比亞不是也都這種風格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紅 一開始大家都會把我跟Joanna 拿出來比較 但其實時間已經過很久了嘛 所以大家應該也分得出來我們差異 然後更特別的是 我們今年有一起做一首歌 那如果你在裡面聽的話 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誰是上的 就是代表說他們其實 平常沒有花多少時間在分別這些音樂 那為什麼你不一去進步 自己去聽一下更新更好的音樂 因為他們是誰 你猜是誰 你猜是誰 多氣 欸 爸爸說你其實是大走心 你跟我講大事 你講得很 對你講 我覺得有這樣疑問的人 你就是現在打開你的電腦 然後搜尋JN88 Radio 你聽了你就知道不一樣 對 先做功課再講話 第一張專輯跟這張Radio 你是從20出頭到現在是已經過30 心情上面應該有很大的女 有 我覺得現在40歲是新的20歲 那如果你今天交男朋友 最大你可以到幾歲 我覺得好像差10歲 小的你可以喔 20歲年紀太小了 小的 可是20歲 就算這樣到這裡呢 那我們就來就來 好 請問大家 Radio 我個人很喜歡STAR是不是 我喜歡的是他最後要到結尾的那一段 可以在現場唱一唱 可以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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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shine a night so bright I'm a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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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 though I haven't noticed why Sky to galaxy No one can stop me If you're feeling me too There's no limit Let me see what you do 好啊 你很紅 到底誰還要說他不好 我以為中間那個就是副歌 就後面他要再給我一大段的驚喜 我好愛這首歌 妳很愛驚喜 誰不愛驚喜 我還好耶 妳想說妳就要壞驚喜 譬如說這樣子 不要他回去 錢筆盒 裡面不用筆 怎麼會沒有筆呢 我要找紅這樣都找不到 那你呢 妳對這張專輯 其實因為我自己蠻喜歡那個韓服 因為就是作品 Sleep Walking 因為我本身也很喜歡他的作品 他的聲音也超級型 對 他的聲音好亮 那你可以唱 那他給我聽嗎 哈哈哈哈 我唱聲音 真的嗎 不然你唱一首 覺得你自己在這個製作當中 你覺得印象最深刻 或是你覺得 代表這個照片 還是樂的一首歌 因為畢竟是賢給情人的歌 Girl your day wrong Love has little sakura But you still feel closer Ran and run As if your point of view is profound Girl your day wrong Love has little sakura Go ahead and take your receipt for my love As if your point of view is profound Oh 個人真的蠻愛這一張 而且他跟上一張 算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因為你其實就是在業界 就是我們自己會稱 你一個小瓜叫做feature 因為只要跟你feature的歌都爆 那你現在會不會有一些就是 who know you 的人來跟你唱 因為我覺得 好像我的feature的量已經到達一個爆盒了 那你目前為止 就是還想合作的意思嗎 其實我現在都是一個 我自己的心態 因為我覺得 合作就是要很靠感覺 而且要那個平等關係 然後要互相喜歡對方的意義 喔這很重要 對 不可能就找你 例如跟紅樓合作吧 你不敢講 你就說風格不同就好了 你不敢教他回答 或是二姐啊 二姐是誰 二姐我覺得很讚啊 你有沒有拿手台這個 吃好吃麥不給我 我會把你砍掉掉 因為我是你的帝啊 江蕙的單手臉 嗨 好 我會再管你 好突然 好啦 那在節目之後 我們想問一下就是 你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樣的 演唱會啊或是計畫去跟大家宣傳一下 接下來呢 其實我九月十月會跟落日飛車 一起去歐洲美國輸回 等到我回到台灣以後 明年初吧 應該會來辦一下自己的演唱會 所以接下來有徐念 然後可能明年會有你專長 然後我明年有一個 跟楊佑寧馬念仙一起拍的戲 叫 接著要把製作人員會上了 你的範圍好廣啊 就想說試試看不同的事情 因為我記得你今年 還是去年有拍主題 也是對那個 阿倫哥 阿倫哥 還帥嗎 阿倫哥是蠻帥的 跟楊佑寧 前輩 前輩不好意思 都很帥 你覺得誰比較帥 楊佑寧 那大家如果真的喜歡 甜爸爸的專輯的話 都可以去聽這一張 他這三年來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然後他的曲風跟內容 越來越多元跟國際化 你很像在聽一張 國外一個很流行很年輕的 RV副手的專輯 但其實他是我們台灣人 他就是楊佑寧 然後各大串流可以來多多 如果大家喜歡他 也可以包到他的IG 或是Facebook 發他最新的消息 真的很榮幸 你又不願意來 我真的很榮幸可以參加 因為我們沒有很紅 不要你紅 所以我們靠近 我們才會一路發 今天真的很謝謝 楊佑寧來到現場 謝謝謝謝阿拉斯 我也謝謝 我是阿拉斯 我是楊佑寧 我們下次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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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聽喔 Juan Baba Radio 按留言告訴我們你聽完的新的喔 一渡一渡 馬上路 一渡一渡 一渡一渡 澳洲 澳洲 我沒有遭到 沒有 他這個澳洲是澳洲 我有澳洲啊 沒有 剛剛在美國你說 美國 泰國 我怎麼可能 那麼慵懶 你有啊